在安装Oracle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提前描述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来说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安装使用的软件 我们需要在WMW Workstation里面安装虚拟机 然后用虚拟机来安装Oracle 所以说呢最好是要下载一个WMW Workstation 最好是9.0以上的版本吧 然后呢你需要下载一个SentOS 64位版本的 它的版本呢最好是6.3或者是6.4 6.4最好 因为我用6.3和6.4都装过 那么6.3和6.4的区别就是 两个SentOS我们到时候安装的时候都会使用Desktop版 Desktop版不会用mini安装 我们用的Desktop 6.3和6.4的Desktop版去安装Oracle的时候呢 6.4在安装之后 它所需要的手动安装的软件包 比6.3要少得多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Oracle11G 你SentOS也可以用32位版的 那么如果你SentOS用32版的 那你Oracle11G的话也应该用32版的 那么这个是下载的地址了 然后呢你还需要在安装Oracle成功之后呢 还需要一个OracleDataAccessComponent 这个呢用于我们将来用PLSQL去连Oracle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用LoudDrainer 去连那个Oracle的时候 数据库的时候 被SQL语句进行压策的时候 也需要用到这个OracleDataAccessComponent 那么这个能是下载地址的 这个下载地址呢 这个下载地址呢 就是这里 那么 你需要下载对应的版本 这里有很多版本 有12C 有这么多版本 那么我们呢 需要 需要下载的版本呢 是11G 11.0以上的吧 我们不要用这个X 我们不要用这个X Copy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们下载的是这个 OracleUniversal Installer Warship 是这个版本 好 我们最好是呢 下载32位的 这个就是32位的 因为呢 LoudDrainer 对64位的支持不是太好 我用64位装过 可是用64位一直没有连接成功 我还是用最后用32位去连成功的 这个32位只是说 它这个客户端连接 这个组件呢 是32位的 那么这个Oracle 是64位还是32位的 没有关系 还有 你需要安装一个 下载一个PLSOCLE 然后呢 我们在Oracle安装的时候呢 在设置Oracle的安装目录的时候 要确保 Oracle安装目录 对该目录有读写的权限 你最好就是用这个命令呢 就是把这个 假如说这个optOracle 它是那个 Oracle安装的目录的话 指定的目录的话 那么你最好用这个命令 去运行一下 然后让这个 这个Oracle 这个主 这个文件夹 及其指文件夹的 拥有者 是Oracle 这个Oracle 是安装数据客的拥有 就这样 那么我们要确保的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 这个Oracle 那么它是这个目录 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的拥有者呢 是Oracle 然后你在安装的时候呢 才不会出现 呃全限的问题 如果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Oracle 就是说这个 它没有对这个文件夹 有用 有读写的权限的话 那么在安装过程中 会提示你没有权限 去往里面写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你在安装成功 安装成功之后 运行DPC的命令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你需要在 需要在Oracle的用户下去 运行这个DPC 你千万不要用 千万不要用这个root 注意这里就表示是root 这是root 这个用户当前的用户是root root下去运行DPC 那么这样也会爆错 你需要跳转到这个 转换到Oracle这个用户下 去运行这个DPC的命令 好 在运行DPC之后呢 然后你还需要运行一个网络监听 监听 那个Oracle的端口 所以会运行的端口 好 那么你就要关闭防火墙 然后最好还是要把那个 关闭一下se 你临时关闭的方法就是 关闭这个 相关的命令就是 临时关闭的话就是setInforce 如果你要是永久的关闭的话 需要关闭这个vm-etc 好 我在这里运行吧 就这样 我先跳转 这个要再 订阅一下用户的全体 我要不要告诉你 然后还有 把这个fUnilux 把它改成呢 你是able 如果你所有的配置都成功 而且啊 这就临时的关闭这个svm-etc 这样里面的 修改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运行 配置pl circle的时候 配置pl circle的时候 你需要确保 你配置成功了 这几个环境变量 尤其是这个环境变量 还有这个环境变量 这个tnsadmin的环境变量 ps后呢 在运行的时候呢 实际上 p circle circle在运行的时候 它实际上 在 启动的时候呢 它首先呢 去查找这个 环境变量 这个tnsadmin的环境变量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tnslame.org所在的 这个文件 org这个文件 然后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获取呢 这个 配置的这个 数据库连接 连接 然后呢 就根据这个 这个配置的数据库连接呢 去 连接数据库 你看这里就有一个tns 你修改这里呢 为别的的话 它那边也会相应的有变化 那么你在运行的时候呢 启动这个p circle circle的话 这里也会变化 你看 它变成了ts 但是你还是连接的 实际上还是连接的是 原来你这个 运行的 112.168.59.135的这个数据库 就这个数据库 这还是会连接成功 那么呢 也就是说这里呢 你可以随便写 就这个信息呢 你看你是在这个 Windows客户端这边 随便去写 但是呢 你这个信息 不能随便写 这个ip是固定的 这个端口也是固定的 还有这个数据库的实力名字 也是固定的 如果写错了的话 就会连接不成功的 所以说你要配 你要确保配置这个tns 但是admin这个环境变量就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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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